京东乐插盒的做法 过去传统做乐插盒的方法是 先用石粘子把上好的绿豆碾开用水浸泡去皮 然后用石膜磨成浆 塞在铁板上摊成薄皮 就和现在的摊煎饼差不多 最后把香菜用盐爆腌一下切成末 撒在皮上煎起来 用刀切成铁段而过油炸 打出锅后 温起来香气四溢 吃起来咸鲜酥脆 可下酒 可串汤还可做素馅饺子 一时多用美味无穷 正宗的京东乐插盒是纯绿豆制作的 而市面上出售的乐插盒 大都灿杂料杂粮和面粉 为的是防碎 由于纯绿豆做的太易碎 因此加点而面粉好有韧劲易保存 但口感却差原料 现在市场上货源丰富 不必再用传统的又碾压又磨浆的笨拌法料 两可到超市直接买磨好的纯绿豆粉来做豆浆便可 下面我把京东乐插盒的制作方法介绍给朋友们 希望大家喜欢 双引号 绿豆粉100克 清水200毫升 香菜30克 盐15克 烹调油500克 一全部食材 二将绿豆粉倒入一容器中 三用水盒匀成糊状 四香菜用盐腌半小时 用手钻干水分切成末备用 五电饼当事先预热 六 七用少咬入绿豆浆 多少是饼当大小而定快 五 速用刮板而推刮开来 摊成绿豆皮 八皮料铺在案板上 九撒上少许腌好的香菜末 十 十一把面皮卷起来 十二封口用少许面浆粘牢 十三 十四用刀鞋切成断耳 十五用刀鞋切成断耳 按此方法面浆做完为止 十六油锅上火烧热 油温不宜太高 十七当油温在五成热时下入热叉原料开炸 十八热叉在油锅里浮起便可捞出 切不可等变色后再捞 因为热叉盒的余热就会使之变焦 容易炸糊 十九捞出后晾凉便可食用 就好